如果只带一支镜头出门 要带哪一颗呢 每次假期开始之前 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个问题 变焦镜头带来更多的构图的可能性 也不用走太多路 不过光圈稍大就很重 定焦镜头更轻巧光圈也更大 但是缺乏变焦镜头的灵活性 各有各的好 不过这次出门 我基本都是以生活随拍为主 不需要拍摄太多的旅游风光 所以我的选择是这款镜头 适马23mm f1.4 dcdn Contemporary 先看一下这颗镜头拍摄的样片吧 各位好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看完这颗适马23mm f1.4 dcdn C系列镜头 拍摄的样片 你的感觉如何呢 我是很满意的 首先镜头本体很小巧 340g的重量非常轻巧 这是一颗APS-C画幅的镜头 可以装在索尼A6600 ZV-E10这样的机身上 整机就很小巧了 23mm在这样的机身上 等效是35mm的视角 其实我这一次拍摄 都把它安装在索尼A7R3上 使用APS-C画幅裁切模式拍摄 在高像素的全画幅机身上 可以这样操作 照片和视频的像素都够用 F1.4的光圈真的很能打 而且最大光圈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大逆光的情况下会有轻微的紫边 稍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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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人物细节依旧非常好 这两张照片充分说明了等效35毫米 静可攻 腿可守的意义 这颗镜头的分辨率很高 沙滩的照片放大看 杀力清晰可见 反射着日出金色的阳光 特别温暖 为了体验这颗试马镜头的分辨率和画质 我在酒店的沙滩旁拍摄了一些植物 清晨的一场震雨 把叶子洗刷得非常干净 油润的绿色植物 让这个清晨格外的清爽 试马23毫米F1.4 DC DNC系列镜头的 最近对焦距离是25厘米 我在草丛里发现了这个很小的植物 大概只有指甲盖这么大 当我凑过去的时候 用F1.4拍摄时 背景虚化的能力令人满意 细节处的锐度也是不错的 当我明确这个镜头有这样的进射表现时 就想进一步挑战 在日落之后的无人谷村落测试一下 试马23毫米F1.4 DC DNC系列镜头 在弱光的表现 这个由石头建成的村子叫石头村 距今600多年 目前无人居住 当傍晚来临 小村落就尤为静谧 在昏暗的光线当中 我用ISO1600的感光度使用F1.4光圈 手持拍摄了这些照片 植物的细节很好 长满绿色的植物和青苔的墙面的虚化效果 恰到好处 低头看到小溪旁的这一颗植物 格外喜欢 拍张照片 留个念吧 繁忙的节奏 让每一个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 很容易疲惫 如果外出旅行是一种奢侈的经历 那么走进一家咖啡馆 喝一杯咖啡提个神 应该是垂手可得的惬意 这是在广东恩平工业园区的一家咖啡馆 叫做维度咖啡 工业园区和咖啡这两个不同维度的事物 居然在这里碰撞了 我拿起相机随手拍摄了咖啡师制作的过程 当我使用最大光圈拍摄时 照片呈现出独特的氛围感 F1.4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杂乱的背景 对主题的影响 焦点处的咖啡豆 咖啡粉都有很好的呈现 即便是水流也很容易合焦 对了 这个镜头的对焦速度很快也很安静 我应该没有打搅到咖啡师的工作 最后一杯清香的冷脆就完成了 将近40度的桑大天 这就是最好的解药 喝完这杯冷脆 我决定学习一些新技能 店长很认真地给我讲解了 如何制作一杯拿铁 于是教学内容 从如何制作浓缩咖啡液 再到打奶泡教学 拉花 完成 据说我第一次打的奶泡能得七八十分 好吧 还需要更多的练习才可以 最后总结一下这颗 适马23mm F1.4 DC DN C系列镜头 经过实拍体验 我对这个镜头的视角 锐度 色彩 对焦速度 有了直观的体验 简单来说 如果你的拍摄希望平和的视角 在APS-C相机上 23mm是非常易用的焦段 进退捷克 F1.4的光圈能够快速滤除杂乱的背景的影响 迅速对焦 完成拍摄 这样的拍摄体验给我很大的信心 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并不想过多的打搅对方 而这颗镜头 给我完成快速拍摄的信心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 这个视码23mm F1.4 DC DN C系列镜头的体验分享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如果你对于街拍或者旅拍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如果你觉得这一期内容对你有帮助 求关注求转发 收藏点赞弹幕走一波 这对我非常重要 如果你也喜欢短视频 热爱旅游 热衷记录 生活点滴 并且希望把它们拍成Vlog和短视频 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 像怎么选购器材 怎么剪辑视频 欢迎阅读我的新书 Vlog短视频拍摄与剪辑 从入门到精通 我为这本书拍摄了50个视频 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看 这本书是写给零基础的小白 和进阶玩家的 只要看粗体字 就可以快速读完本书 对于哪个章节感兴趣 只要精读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短视频创作其实一点都不难 希望你的Vlog短视频创作之路 由我相伴 我是赵军 好的 扫子 호 优优独播剧场上 werk的